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预言要总是啥意思 真挺尴尬 别说这小姑娘 长得还挺水灵 说点啥呢 真不知道说啥了 她侄女还挺大方 还给我买了饮料 在我实在不知道说啥的时候 她小侄女居然问我 我兄弟的小侄女居然要我当她男朋友 今天跟兄弟和她的小侄女告别后 她的小侄女突然向我跑来 叔叔 你咋回来了 我刚好有点事 好尴尬 咋突然回来了 那个 你看胖子跟着我 我去那买点东西 时间也不早了 买完赶紧回学校吧 一会儿大门不让进了都 今天周末 我不用回学校 这就不该和小孩说话 叔叔 怎么了 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啊 啥忙啊 就是我刚刚问你 有没有女朋友吗 然后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没有啊 咋了 嗯 那个 我想请你扮演一下我的男朋友 可以吗 啊 我 我好像被我兄弟的子女儿给拿捏了 说有个变态童小对她死缠烂打 让我扮演一下她男朋友 吓唬一下那小子 然后今天出来后 你这样不行啊 你得牵着我的手才上情侣啊 啊 怎么牵啊 就这样牵 就这样牵啊 就 走 大学上的小子真嫩啊 走了一路 所以会儿聊我很一点 你男人一点 才能吓唬他 凶一点 狠一点 才能把他给吓唬他 别说 这手真远啊 那是我女朋友 一会儿别压着我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这么重口味 你看得下 说谁重口味的你啊 她童小果然很强势 但还是要我成功下注了 我以为 只帮她演一次就够了 没想到她居然说 那不行啊 你得多来几次 她才能相信呢 啊 啊 啊 忽然感觉我手心一样 我吵 她拿我手心而已 我还让我把兄弟的侄女 也生气了 今天我兄弟给我打电话 只问我对他侄女做啥了 喂 喂 你 给我侄女什么的了 你俩 不是 我啥也没干的我俩 你俩出对象了 没有啊 没有啊 他这么回到家之后 你跟我俩一走去 找我打听你的事 是怎么回事呢 不是 你说啥呢 我啥也没干的 我确实没干啥 这两天我俩就聊聊天 然后下班后 他小侄女约我出来扭着 我觉得固难刮你也挺尴尬 就想把我兄弟也喊 哎 夏夏 要不把你书也叫出来吧 你叫她嘛 你得叫她 不是 叫她怎么了 她 她没啥 你 你就别叫她 什么意思 你书不带见我呀还能 金灿灿的汤汁铺在白米饭上 不可能 我跟你书这么多年的战友 那比亲兄弟还亲呢 那她怎么那要说你啊 她都说我啥了 香甜甜软美味诱人 没什么 不是 没事 你说呀 她都说我啥了 嗯 真没什么 怎么可能 你这说话都说一半了 她到底说我啥了 你说 她就说 说很渣 就在那边到处追女孩子 那她要知道咱俩在一起 那不得把我腿打断 啊 不是 咱俩什么时候在一起了 哦 诶 我去兄弟子女儿家 结果她叔叔突然回来了 前两天把我兄弟的小子女儿给生气了 我怕她给她说告状 就学她红红跑 那你现在来我家吧 我家现在没人 于是我去了草市买了点零食去找 下吧 艾玛穿起凉味 来到她家后 我们俩就一边吃零食 一边聊天 帮人吃炸酱面 聊着聊着她 她好像也不省我气了 我们要喝超多超多饭 后来还把腿撬到我腿上 居然还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们俩一起看着小电影 就在这时突然一阵敲门声 快躲起来 我总算从我兄弟侄女家掏出来了 没事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 有我兄弟侄女生气了 我就去她家找她 但是她从事突然就毁了 快躲起来 我怕误会 只好躲进她家衣柜 我小心翼翼的出来 兄弟小侄女也吓得不轻 我巡视看看哪里能出去 我怎么二十六层啊 我一看没法出去 只能先带着 她直面在那玩手机 说实在不行 先住这 等明天我叔走了再说 你先睡着 我说那咋行的 不行啊 这不太好 说出去我颜色不就毁了吗 于是我就等了等 等到她叔半夜睡着了 我偷偷开门溜着出去 去小铃层 行那我先走了 拜拜 哦没事 我错了被发现了吗 我兄弟的侄女要想套路 今天我兄弟侄女事 今天我家里出来 说我东西想要给你 我在我家衣柜里找到的 什么东西 你先陪我逛街 我就给你 哎你浪我干吗 你瞒瞒 好 事情没那么简单 结果在出租车上 司机一个鸡刹车 你故意的吧 出大话 哦 司机师傅你慢点开啊 逛街的少 赶巧自己的少 总是碰到一个滑滑的东西 你干嘛呢 我没干 还好我一省正气 去超市买一首咖啡药和我没有 我要喝这个 这 这是我的 我怎么想不出这个 你中午吃那么多饭 你还凝不开了呀 我就是干净 它是故意的 后来回家的时候还急不 哦 好冷啊 啊 冷吗 嗯 我不冷啊 要不 要不你先回去 嗯 咋 生气了 咋的了 这事 怎么又回来了 等一下我又要给你东西 什么啊 干嘛 手伤过点 这 这 这什么啊 小皮筋 完了啊 我好像被可夏给欺骗了 事情是这样 今天我去找我同事 正好路过可夏学校 结果一个小怪怪 这不当初那个对他从水被水的变态吗 他咋可以干嘛 可夏 还给他送水 什么情况 赶紧躲起来 小孩动手 小孩这么亲密呢 我 雪花飘飘飘飘胖 喂? 喂?你在哪儿呢? 嗯,我跟朋友准备去吃饭 行,居然还骗我